我們是往事國際 我們主要經營的那個 那個產品大部分就在台灣就針對 虛擬化、超融合 跟備份備員 大概就只局限在這一些 我們做的客戶端大部分 有台灣、中國大陸跟 東南亞都有 大部分在這些其他國家也都是以 台商為優先啦 因為可能台商是出 到這些國家 就是因為如果 他們使用市面上可能就是 這些其他品牌可能像VSEN 或者是說像Nutanis 或者像HP的 或者其他的這一些超融合的話 第一個就是 牽涉到這個價格比較貴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一些比較 Special的這種超融合的話 因為他可能功能太多 所以他比較複雜 所以他們可能必須 要去上課 或者是要考license 他才能駕馭這一些的 市面上可能常見的 這一些其他種類的 HCI 那但是很多user 他都希望 可能在他使用 現有的環境底下 他不改變任何的 這個使用習慣 可能也不需要去收過 特殊的教育訓練 或者是 考一些這一些證照 他才能handle 這個 這個HCI 所以我們就推給他們 SVSEN 那比較可以符合到 他們心理的想法跟要求 就是因為 Stormagic 他們 有時候他們可以使用一些 他們原有的這個 舊的服務器 不需要就是額外添購一些 新的服務器 才可以使用 甚至我們有很多客戶 他是使用 兩台不同的 Non-Balance 的一個server 可能 DAIR 跟HP 那因為 這個Stormagic 只要差86 那 這個 Hardware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等級 不要差太多的話 他都可以使用 這對客戶為人的話 在Hardware上面 這個相容性的問題 跟可以節省 許多這些 Hardware的 這個 Cost問題 只是他們 第一個有優先卡量到的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使用 Stormagic的話 他們原本 不管是 他們是使用 Hyper-V也好 他們是使用 VMware 也好 他們基本上 不用再讀 其他第三種的這個虛擬化的一個管理軟件 要使用 原來的這個 不管是 Hyper-V 不管是 VMware 就是都是使用原來的習慣 那大致上 大致上就是 這個在原體跟在這個 Hardware上面 對他們的這個 使用性 還有他們覺得的優點 是這樣子 因為 之前原廠有幫我們上過課嘛 然後 幫我們上過課的 這一些 這個 這個 安裝的 流程 還有日常操作的流程 還有這個 簡易故障排除的 那因為都有錄影 那我們有時候我們就會直接 客戶要安裝的時候有時候如果我們 去協助或者說客戶他想要嘗試自己安裝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些影片檔 可能YouTube官方上面可以看到的這一些 這個原廠製作的SOP 或者我們接受原廠教育信念 的時候 自己錄製的SOP 那普通給客戶 這兩個東西的話 大部分 他們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去設置好 這個SVSAN的 這個一個環境了 那就對客戶而言還是對我們而言就容易許多 字幕製作為主